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看这个话题 就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港珠澳大桥 在今天举行了开通仪式 明天就要正式通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还亲自出席见证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通车之后将可以让珠港澳这三个地方成为一小时生活圈 不管是哪里到哪里三角形到处到处都是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 带来的交通很便利 那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第一的跨海大桥 然后又可以把大家的生活变得这么样的便利 香港人应该很喜欢吧 但不是哦 香港人却冷看通车 他们痛批 他们说这座大桥啊 对了表面上光鲜亮丽 好像很厉害 好像工程的复杂度 好像让中国的工程的一个水平拉得很高 但是他不断的追加预算 他说花了香港人好多钱 这是一个大钱坑 而且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18名的工人丧命 公安意外呢 还不计其数 400多起快500起 很多的香港人会讽刺的 他们不叫他叫港珠澳大桥 都开玩笑说那叫做奈何桥 那分析师就讲了 他说香港民众其实讨厌这条桥的背后意义 并不是真的讨厌这条桥带来的便利 讨厌它什么背后意义 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建这条桥呢 就是要把香港跟中国连在一起 以后有了这个桥 香港跟中国就完全连在一起 就不可分割了 香港就是我的一部分了 香港人其实不喜欢这个背后的意义 所以呢才会挑了很多的一个毛病来说 这个桥真不喜欢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座大桥 创下了非常多的世界第一哦 首先它的全长55公里 这是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那它不是完全是一座桥哦 它有的地方是在海面上的桥 有的地方是海底隧道 有的地方它做了人造岛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主桥22.9公里 另外呢它的海底隧道 世界上最长6.7公里的海底城管隧道 另外呢还有四座的人工岛屿 我们看香港在这个地方 那连接的那个这个起点 在香港的国际机场 然后一路呢就海面上 我们看到这个虚线的地方 就是海底隧道 然后继续再过过过 你说为什么要突然间 上面一下下面海底隧道 因为船要过啊 香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 所以它有大船要过 所以它留一个空间 让船可以过 然后其他的地方继续 我们看到这个是海面上的跨海大桥 然后呢一直连到这个地方 澳门上头一点呢 这个地方就是珠海了 所以呢就把这整个地方 所谓的珠海香港澳门 连成了一小时的生活圈 本来呢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可以缩短到一个小时之内 好那对我们来讲呢 你会说那港珠澳大桥 那就香港人关心 珠海人关心 澳门人关心就好啊 不是哦 观光客以后 我们去香港玩 你顺便到澳门会变得非常方便 所以以后不要说什么 香港去玩个三天两夜 你可以把香港跟澳门通通连起来 我们来看到以前的 这个港澳的交通 还有他们的费用 你就明显的比较出那个差距了 好我们来看到之前 如果呢 你到香港要去澳门的话呢 你会坐船嘛 对不对 我们都会去搭船 那这个船呢 大概要坐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有时候晃一点嘛 那一个小时的一个航程 那费用是多少呢 这是港币哦 171到211块钱港币 不同的这个船公司 还有呢 你是白天坐 晚上坐那个价钱不一样 晚上夜间航班会稍微贵一点 所以呢 我们看到171 这大概和台并你乘4上去 大概就700块 700块800块 有的时候贵一点 850左右 看汇率嘛 所以你用一小时航程 然后大概七八百块的新台币 然后呢 以后有这个港珠澳的跨海大桥之后呢 大约你就直接开过去 就不用船了嘛 你有的时候风浪大 你可能晕船 就直接坐车过去 45分钟的一个这个路程就到了 然后票价更便宜了 票价呢 是65块钱港币 到70块钱港币 那和台币呢 大约就是200多块钱 300块钱顶多 你就可以坐到了 这样的一个穿梭巴士了 所以呢 以观光客来讲 以后呢 有了这个港珠澳大桥之后呢 从香港到澳门 方便非常多 所以呢 其实有很多观光客 都已经等在那个地方 打算在通车的第一天 就要从香港到澳门去玩 客服海水阻隔 香港珠海和澳门 三点连成一线 历经九年打造全世界 最长跨海大桥 终于完工 我宣布 港珠澳大桥 正式开通 港珠澳大桥总长55公里 其中还有6.7公里的海底隧道 让香港到珠海或澳门 行车时间 可以从四到五个小时 顺利的话将缩短到三十分钟 但官方估计的每日 将近三万辆车流量 实际成效如何 不少人依然打上问号 无论车流量如何 港澳路在此一共已经耗资 超过6200亿台币 其中的4800亿元 则是由香港出资 中国官方则说别担心 因为港珠澳大桥 未来将会为整个地区 带来塑造员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只是香港GDP仅占全中国的3% 比起刚回归初期的27% 少了好几倍 现在又多了一座大桥 香港人担心经济自主权 恐怕只会慢慢被转移 促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 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香港和中国大陆过去的交通往来 本来就不算难 路海空通通没问题 因此这一座港珠澳大桥的用意 香港学者则是这么认为 尤其根据这一份香港大学调查统计 从2010年开始 大多香港人越来越不认同 自己是中国人 社会却在自己的领土上 多了这一座港珠澳大桥 尽管可能多了一份前朝 但港人内心深处 恐怕只有五位杂陈 三立新闻 陈泰报道 好 那我们来看到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 其实你知道世界上有非常多的超级工程 那甚至这个港珠澳大桥 还被卫报这样的一份 国外的非常有公信力的媒体 说它是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因为这整个工程非常庞大 刚刚跟大家解释了 它要包括有海面上的桥 跨海大桥 它世界上最长 海底下的一个海底隧道 它世界上最长 然后还包括人工岛 在海面上造四个人工岛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 复杂型的工程 然后中国以前它的工程的品质 西方世界都会笑它叫做豆腐渣工程 但这回中国它的工程团队 有办法把这么样的一个复杂度 程度这么样高的一个工程完成 那现在已经正式通车了 所以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这么样一个超级工程 却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我们来看包括环保方面 他们说因为你用一个桥把挡在那地方 人工岛海底隧道 把白海豚 本来在香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保育类的 中华白海豚 现在的数量变得非常少 少之又少 几乎都看不到了 再来呢 就是本来这样的工程是2016年就要完工通车的 那今年都2018了嘛 延荡了这两年 追加了非常多的预算 再加上呢 其实这座大桥 它的预算有八成都是由香港人支出 所以呢 香港人会觉得 你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个桥 我以前到澳门去我搭船就可以 我到珠海去我搭船就可以 你干嘛非要这条桥 然后花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现在票价定蛮低 所以说其实很难回本 以他们支出这么多的预算 是非常难回本 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了 因为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公安意外 四五百起 还有造成18人死亡 所以呢 他们都会戏称说那个奈何桥 然后觉得好像很不吉利一样 再来呢 就是他们还是对中国的工程团队存疑 打一个问号 他觉得真的安全吗 所以呢 其实在香港人心中 会觉得这条桥 似乎真的不需要 那么他们会戏称 它叫做白象工程 什么叫白象工程 意思就是很大 很漂亮 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必要 全球最长跨海大桥底嘉 杠桌大桥结构形式和施工工法难度之高 被英国卫报认为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由于要大桥不能够影响海上的航道 因此呢 建有6.7公里的海底隧道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管隧道 打破韩国长3.7公里 海底城管隧道路段的记录 港洲大桥由于跨越了珠江口航道 又临近香港国际机场的飞航航道 无法一桥到底 公路采用了海底城管隧道来连接两端的桥梁 深度超过水面下13层楼 连接33节长短不一的城管 最终的一节比航空母舰还要重 还得量身打造安装平台来托行 施工总营地位于珠海唐家湾 距工程现场约14海里 城管采用工厂化预制 工厂位于桂山岛 距施工现场约7海里 从海底隧道的出入口 以东西人工岛连接 却经过中华白海屯的保护区 因此人工岛采用钢源筒围岛的方式 来造岛再抽出海水填平 工程浩大 如此的试剂工程早在1983年提出 2009年正式动工至今 不过香港人却不领情 杀那么多香港人钱 大平人钱很意思的 一般香港人 我们人不翻 我们小翻 基本上都不会 不过这个钱 港桌大桥延到了两年才通车 原定同步通车的 屯门至赤辣角连接路 仍在赶工 过程中预算确实不断地增加 如今光是大桥主体的造价 就高达两千一百六十亿台币 已经超支了四百四十六亿台币 搭船我来到上环港澳码头 然后我要出去同楼环 湾仔做事 开会 其实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因为它已经来到上环了 经港珠大桥搭直通车 出回市区都一定有时间 所以就未必会是 这么快一个首选的考虑 然而私家车要开上港洲澳大桥 不但得先拥有中港两地的牌照 还得事先上网申请通行 相较下往来港澳之间 早就有便利的替代方案 此外港府至今一项立法会 申请超过四千八百亿台币的工程款 等于每位香港人 掏出六点四万台币买单 尽管当局声称施工时采取缓解措施 原来凭临绝种的中华白海豚 却依然因为丧失的漆地已去不返 再加上过程频传施工意外 至少造成十八人死亡 再加上香港舆论对于北京当局的不信任 种种因素都让香港人把港珠澳大桥 当成用来将香港融入中国 突然是费用高昂 经济效益却成疑的大白项工程 再引用了 好 那么继续我们就要带您看 习近平其实这趟南下 那么不止是要参加港珠澳大桥的 一个剪彩仪式开通大典 其实他这回往南走 还前往广东考察去了 我们来看到就是在央视发布的 习近平的行程当中 包括他到了珠海的恒情新区 这里是中医药科技的产业园区 到这个地方来视察了 看看大家发展的如何 接下来他还有一个行程 是要到深圳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前海经济园区 同样在这个地方要视察 那你说这不就是很普通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本来就东看看西看看 这里发展的好 那里还有哪些需要再更完善 但是呢 他这样的一个所谓南巡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那广东一直被认为 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端的城市 很多的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都从广东这个地区开始做起 那习近平呢 最近在中美贸易大战 一个头两个大之际来考察广东 有人就这样赋予他意义 说是为了要提振国内外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信心 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人会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跟邓小平很有关系 很多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 那邓小平曾经也有一个南巡的路线 在1992年那个时候南巡的路线 就跟现在习近平南巡的路线非常类似 那么当初的邓小平南巡之后 就告诉全世界 中国要改革经济 要开放经济了 释出了这样的讯号 然后你就看到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 那所以呢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 习近平同样也来了一趟南巡 是不是也要起到这样的宣誓作用呢 只是呢 这回他的行程非常低调 另外一派人就解释说 可能中美贸易大战在急 所以呢 现在习近平也尽量低调 避免他又说了什么改革开放的话 又惹恼了美国 我宣布 港珠澳大桥 正式开通 谢谢习近平总书记 港珠澳大桥开通一事到此结束 港珠澳大桥被视为国际集盛事 习近平竟然当起审华一哥 外界认为预期 他会针对改革开放40年发表讲话 我宣布 港珠澳大桥 正式开通 然而他上台只说了12个字 一事就在掌声中结束 以习近平的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只是前一天22号上午 习近平开在北京主持 中国工会全代会的开幕式 下午就现身珠海 考察广东和澳门合作的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 是他双隔6年之后 再到广东考察 而去年习近平访港 三天前就公布了消息 相辆下他这一趟南下行程 不但是消息保密到家 更是戒备森严 凡一个领导人 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这个保安都紧张到这样 听说这整个军队来的 去到哪里 整个渔浪军 所以不是到晚 不知道多少千人来到保护的 而习近平大改作风 外界之所以格外关注 是因为2012年习近平上任后首度出访 就把广东当作第一站 当时跟引发联想 他有意模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之行 以后 分析指出这一回习近平低调形势 一来是不想再被与邓小平的南巡做比较 此外中美貌一战 歹息脱膨 习近平任何讲话都可能被过度解读 造成反效果 然而习近平却无法缺席 港洲澳大桥的开通仪式因为象征 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一小时的生活圈 而港美指出深圳市突然大规模的禁止无人机的飞行 更引发揣测习近平的下一站就是深圳的前海经济区 一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奠定基础 显示他有意对内故庄 以提振中国经济的市场信息 再次我们做到